因应武汉肺炎疫情,文化大学今天表示, 已规划于400间独居房间,可提供需要隔离的学生使用, 校方也不排除延后一至两周开学或配合教育部规定延后开学。 文化大学新闻稿指出,因应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,武汉肺炎,疫情, 校方举行紧急应变会议讨论,针对是否延后开学,将依据教育部下午会议结论, 于明天上午提出最终因应方案。 文化大学表示,若教育部统一规定各大学于3月2日开学, 学校将配合教育部规定,若教育部授权各校自主,考量文大气候环境, 校方不排除开学日延后一至两周,以确保防疫优先及学生受交权为最优先考量。 另外,文大校方提到,目前已规划独栋且位于校区边陲的宿舍, 于400间独居房间,可提供需隔离的学生。